你知道什么是超级碗吗? 它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单一体育赛事之一 它有哪些特点? 超级碗是美国职业橄榄球联盟NFL的年度总决赛 也是全美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欢迎的单一体育赛事之一 一年一度的超级碗已成为美国民间节日和商业盛宴 吸引全球数亿观众观看和关注 超级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7年 当时NFL和美国橄榄球联盟AFL还未合并 两个联盟的冠军分别进行了一场比赛 被称为世界冠军橄榄球赛 随着NFL和AFL的合并 超级碗成为了两个联盟冠军之间的年度总决赛 也成为了美国体育界最为盛大的赛事之一 超级碗的比赛通常在每年的2月份进行 场地通常选择在美国各大城市的大型体育场馆中进行 比赛前半场的表演节目也是超级碗的一大特色 通常会邀请全球知名的音乐明星和艺术家参加表演 除了比赛和表演节目 超级碗的商业价值也非常高 各大品牌和公司都会在比赛期间推出大量的广告和营销活动 以吸引广大观众的注意力 超级碗期间的广告费用也非常昂贵 甚至可以达到数百万美元 因为这是吸引大量观众和提升品牌知名度的绝佳机会 值得一提的是 超级碗的比赛不仅是橄榄球迷们的盛宴 也是赌博人士的天堂 每年超级碗期间的赌博额度都非常惊人 从赛果得分比赛数据等各方面进行投注 据报道2019年的超级碗赌博额度已经达到了近50亿美元 总之 超级碗是美国最具影响力和受欢迎的单一体育赛事之一 不仅是橄榄球迷的盛宴 也是商家和赌博人士的天堂 在关注比赛的同时 观众也应该注意到超级碗背后的商业价值和风险 并理性看待其中的各种现象和现象 此外 超级碗的成功也离不开球员们的努力和训练 橄榄球是一项非常具有身体对抗性的运动 需要球员们具备强健的体魄和出色的技术水平 球员们需要在比赛中克服对手的防守 同时保持自己的速度和耐力 在高强度的比赛中发挥出最佳水平 除了球员们的训练 超级碗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 每年超级碗期间都会加强安保措施 确保观众和参赛人员的安全 此外 球员们也需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如佩戴合适的装备 避免无谓的身体对抗等 以避免受伤和事故的发生 最后 超级碗的成功也离不开广大观众的支持和喜爱 观众们应该在欣赏比赛和表演的同时 也要理性看待其中的商业价值和风险 不盲目跟风和赌博 同时 观众也应该关注球员们的努力和训练 为他们的付出和努力鼓掌喝彩 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